大家好,今天做一個很簡單的菜給大家分享 就是這個鮮茄牛肉,牛肉有150g,洗乾淨之後晾了水 番茄三個去皮,切了一件一件,入去四,還有一點蔥 這個蔥就不是全部煮這個菜,留下一點,是用來做蒸魚肉的 但是蒸魚那裡我就不想扁了,待會用大約四份一的份量 用來煮完這個牛肉之後,加上去最後的 現在先開始來醃這個牛肉 首先,這裡就是一茶匙的粟粉 這樣就開了大約一湯匙多一點的水 滾下去,因為我喜歡就是,如果炒的話我就用濕粉 如果蒸的話我就用乾粉 然後接著就加入半隻的蛋 因為有些人喜歡就這樣用蛋白,就不用蛋黃的 但是我覺得沒什麼所謂的 然後加入大約一大半湯匙的生抽 然後加入胡椒粉 然後加入大半茶匙的糖 然後加入胡椒粉 然後拌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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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醃它15分鐘,15分鐘之後就開始來鑊煮 稍後繼續 這個鑊熱了之後,就加了兩湯匙的油 現在就把這個牛肉放一半 好,去煮下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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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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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稍后会把鱼肉放在头上 所以鱼肉会把鱼肉炸好 我们可以炸到鱼肉 炸到鱼肉 鱼肉炸到鱼肉之后 用了中细果 刚才做了1茶匙鱼肉 炸到鱼肉 炸到鱼肉之后 将鱼肉炸到鱼肉 煮熟 煮熟 加入2汤匙的茄子 1茶匙糖 加入1升 加入1汤匙的茄子 煮熟 蒜蓉 蒜蓉蓉蓉 煮一下 煮至慢火 煮至慢火 煮至5分鐘 因為我希望蕃茄會比較軟 煮至慢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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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1茶匙白醋 可以平酥 然後試味 然後 然後把蔥放進去 油放不可以 因為有蔥比較好看 比較鮮嫩一點 加入一點芡漿 把牛肉放進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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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醬汁的濃度是因人而異 現在差不多了 把牛肉放進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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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久許開的牛肉放進去 把牛肉放進去 乾淨 多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